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元昊 我從國中一、二年級開始玩版 然後玩到大學 記得那時候流行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寬鬆很寬大的內褲 然後一件很寬大的T恤 然後背包裡面總是塞滿的一台TV 然後我們使用的蠟呢 也沒有像現在可以去買蠟來用 我們都是用去廟裡面 然後拿一些蠟燭啊 然後拿一些化工原料自己做蠟 那所以那時候 玩版其實玩得還滿開心 也是辛苦的 就是在這個辛苦的過程當中 然後得到很多的樂趣 其實我斷的版子也還滿多 斷的版子房間現在如果 現在還沒有丟掉 應該有十張、十二張吧 其實我最近也買了一塊 All School的小交通版校的 Santa Cruz Santa Cruz 然後那是藍色的 藍色的一個卡通人的 一個鴨子的臉 之前買的 我現在其實應該都是 溜江東版比較多 或是在我們到海邊的時候 旁邊停車場 可能浪框現在在等沒有很好的時候 就會在旁邊 溜溜滑板 然後可能做一些小小的動作 不敢做太大的動作 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們從台北出發 然後大家集結了至少有六十 六十個人還是八十個人 然後到新竹去往滑板 然後搭火車 那其實那時候大家其實 往滑板的人 年輕人其實都還滿平的 準備要去集合車 從西門町到台北火車站的時候 那時候地下火車站還沒有蓋好 所以大家在下面尬 尬滑板 就是尬了看誰 可以從A點到B點溜的最快 在接滑的路程當中呢 差不多可能有二十分鐘 至三十分鐘的時間 就從西門町的新秘房子所開始 一直到台北火車站 然後走地下道說 那時候路人應該都快被我們嚇死了 因為所有的 輪子的聲音 那聲音在地下室的回應非常非常大 然後一群很多很多人 然後到了火車站 集合之後搭了火車 然後到新竹 那時候我記得新竹好像有 然後去新竹跟他們一起玩滑板 2011世界滑板日 等你來爆衝 明天晚上 會不會